打造特色又要还原本色 一些老旧工业厂也在阶级华丽转身 旧厂房的改造既经济又怀旧 是文旅产业的监况 北京751就位于北京东北部 一个老煤气厂转型的时尚设计园区内 在这整个的751呢 我们看到这些工业文明时代 象征着产量的这些气储冠 在对整个751的整体改造 以及保护的过程当中 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让这个751变得更前卫 更潮流成为一个新的时尚创意区 没错正是因为这样的时尚 而且是这些创意让这里成为了 北京国际设计周连续12年的 主题活动的举办地 今年国庆黄奸周 751为北京国际设计周 举行了以超级链接为主题的艺术活动 将设计 科技和消费互相叠交 有顶尖的现代舞团表演 有潮流的新媒体创作工作坊等精彩活动 北京国际设计周 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设计周之一 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吧 它的这个产品应该是更多的 采用文化赋能的办法 从供给侧这个角度呢 给我们有更多的惊喜 751这个符号 60多年前还是一个刚刚成为两年 国家寄予后部的新厂 经历了国企举步维加的震动 然而今天他已经脱胎换骨 我们在铁道上把那些曾经的火车 车厢给请回来 把一些新的一些消费的内容 放入到火车车厢里面 火车街区里面 一个是对历史的一个追溯和尊敬吧 致敬吧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把那个车厢重新利用好 我们把这个车厢重新利用好